大家好,中午刚吃完午餐,在公司录一期视频吧 上一周全英公开赛刚刚结束 下一周呢,紧接着就是瑞士公开赛了 那么从球员配置上来讲,肯定欣慰要暗淡很多 但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地方 所以咱们中国球迷来讲 最值得关注的应该是南丹和混双这两项吧 南丹上来讲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咱们知名的球员 比如说像李子佳,拉什克亚森,洛建佑,李卓耀 还有咱们的选手雷兰西 当然像台湾34岁的老将朱天成也参加了 这个我很意外,朱天成可能是为了拼这个奥运资格赛吧 去年刚刚做了癌症的手术 今年参加比赛就这么频繁 连这个小比赛也不放过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李时锋居然都没有报名 因为去年李时锋即使拿了全公开赛冠军 也参加了这个瑞士公开赛 尽管一轮游 但今年来讲应该看可能就没有报名吧 所以我现在对李时锋这个健康状况有一点担心 他今年成绩其实非常不好 应该通过这些小比赛找找状态 而且一般来讲飞到了英国参加完比赛都会紧接着在就近的地方再打一场比赛再回国 抓紧这个锻炼的机会啊 所以说像李时锋这个健康状况很值得关注 混双上来讲 我们国选手就是蒋正邦和魏亚新 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吧 然后还有我个人比较关心的呢是这个陈炳顺啊 非常老的一个运动员了 他是2016年李游奥运会跟吴柳营搭档 混双银牌 那么吴柳营可能有的球迷知道已经退役了 并且今年去年吧去年底生了孩子了 这个陈炳顺换了搭档还在征战 非常令人钦佩啊 瑞士公开赛南丹吧 特别这一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应该是比较精彩的一次比赛 下边 证尺